续街上集,小陈星带着九个哥哥去放老头家里疯完,回家时由于超过了规定时间,九个小子被罚在大门口睡凉席过夜。 小少爷们,你们今晚饭家归了,八点半没有准时回家,迟到了一小时四十分,就在这里睡觉吧,凉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,我和保镖会在这里守着。 一听这话,小霸王们立马嘟囔了起来。 太爷爷为什么要罚我们,我可是他的乖重孙啊,我要回家,我要回家。 太爷爷不会罚我们的,只是跟我们开玩笑是不是? 几个小家伙七嘴八舌地吵着,眼看最小的六小只就要哭了,老管家机智地丢给了沈陈毅一个问题。 陈毅少爷,你知道你们太爷爷为什么要设这条家规吗? 太爷爷常说,男人必须有责任心,首先得顾家,有家才能安身立命,爱家才能心存大意。 才懂得如何爱国家,反之,一个连家都不顾息的人,必定自私自利。 作为老大,沈陈毅立刻意识到今天晚上确实是犯错,他应该带头接受处罚。 但其实老管家已经心软了,很想放一次水,违抗一次命令。 可为了这些臭小子们好,他只好硬下心来地说道, 陈毅少爷很能干,把你们太爷爷的教导记得如此清楚,那么大家就早点休息吧,晚安。 老管家这一开溜,猴崽子们今晚肯定回不去了,此时张小花也没敢走开,闭着守在孩子们的身边。 各位宝子们,大家都快点睡觉,我在这里守着你们,到了早上六点,配送蔬菜的车回来,咱们就都能进去了。 陈毅到底是大哥,身先士卒地说道, 大家快睡吧,一个挨着一个,都不准哭,晚上会扰民的,要是被警察叔叔抓走了,太爷爷就更生气了,让你们抄写家规一百遍。 此话一出,所有臭小子都不作声了,方老头一听这事,立马给沈霸王打去了电话。 我说沈霸王,你可真是个老霸王了,孩子们就稍微晚地晚了一点点,你有必要搞这一出吗?心太狠了。 迟到一个半小时,这叫晚一点点,小时候没有规矩,长大了还不得上天。 在教育孩子方面,方老头确实没有沈老爷子下的去手,他继续为这些小不点求情。 就不能破例一次吗?九个孩子还这么小,要说回家晚了,也是在我这里玩的吗?何必小题大做? 我说放老土匪,家规定的八点半,那就一分钟也不能妥协,不是在哪里玩的问题,这是你别管了,大夏天的,睡一晚大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那行吧,你可得悠着点,别让孩子们出啥安全问题啊。 休息吧你,我自有纷纷。 就在这时,沈老太太突然从三个儿媳妇那边赶了过来。 方老头打来的电话呀,是不是为孩子们求情? 除了他还有谁,我没答应,你不会也是来说好话的吧?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,孩子的教育问题归我,生活方面归你,你可别插手啊。 沈老太太虽然很心疼这些小重孙,但经过几十年的相处磨合,在教育的问题上,她基本不会和沈老头有什么分歧。 行行行,本来那几个奶奶让我来找你说说,担心孩子太小,受不得这样的折腾,你自己拿主意吧,别把我的重孙们发出啥问题来就行,否则我要你好看。 放心吧,我找人盯着呢,这个年龄短正是磨练他们的时候,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过来的,你先睡吧,我再看看监控。 老两口教育后人已经有了默契,只要不伤着孩子,罚贵,罚超家规,罚关院子外边,怎么有效怎么来。 此时沈家的五个兄弟和乐轩也异常淡定,蓝从安也没什么所谓,男孩子就该这么收拾。 而方颖和双胞胎姐妹虽然很熟知沈家的家规,但这种情况,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。 大哥,二哥,爷爷不会来真的吧,那九个小子真要在外面睡一夜啊。 是啊,虽然这个天不会冷,但睡在外面总归也不安全,他们还这么小,万一有个啥状况呢? 乐轩从小在沈家长大,自然知道沈老爷子的脾气,于是耐心地安抚姐妹三人。 放心吧你们,有人看着呢,大门周围还有无死角的摄像头,让他们吃点苦也好。 家里没有那九个小子在,瞬间感觉清静多了,好好珍惜今晚美好的一夜,这样的机会可不常有哦。 这是狼铃好奇地问道。 沈玉沈浩,你俩以前有被罚过关在外面吗?最后怎么进来的? 这你得问二哥,他可是惯犯。 你俩二货,那还能咋办?翻墙呗。 大哥叫的。 几人聊着聊着,话题就转移到了沈一这边。 有本事就翻墙,没本事就睡大街,功夫不是白练的。 我还没尝试过关在外面是什么滋味呢? 一会我得把这个场景拍下来,长大了再给这些臭小子们看。 在沈老爷子的威严下,九个小家伙真就在院子门口睡了一夜。 第二天,白景瑞两口子过来接白家两位小侄儿,顺便来看看小陈欣。 哎呦喂小乖乖,你这发型是谁给你剃的?太丑了,不会是你那一稀巴烂的爹吧? 你看,我就说很丑吧。 他妈还哄我说好看,说很拉风,真是气死我了。 是我三爸爸给我剃的,大坏蛋。 白景瑞有好些日子没过来沈家庄园了,一看小家伙的小脸蛋,顿时忍不住吐槽的。 哎,宝贝,你要是像你妈妈该多好啊,你妈妈多漂亮多可爱,可惜啊可惜,长成了个小一稀巴烂。 这亲二舅把大外甥也是嫌弃够了,从小就叫他一稀巴烂。 一听这话,命子灵急忙打圆场。 我说白大影帝,你恕我直言啊,咱们家小宝其实长得蛮像你的,瑞稀巴烂。 小猩猩,外公心好痛,快痛死了,快安慰安慰我吧。 二舅爷爷,讨厌,不学好。 是外公,不是二舅爷爷,别听你一稀巴烂爸爸瞎叫。 当年乐轩算是过季给了白景瑞,从那边嫁到了沈家,但沈亿从来没承认过他和二舅的义父女关系。 婴儿一直让小宝叫他二舅爷爷。 爸爸,我要叫外公外婆,自少比二舅爷爷、二舅奶奶好叫。 小家伙话音刚落,沈亿就下注客令了。 好了,馨儿,给二舅爷爷二舅奶奶说再见,下次咱们再招待。 外公外婆再见,下次再过来玩哦。 一稀巴烂,你个逆子,咋叫我外孙女的? 沈亿不是不欢迎王二舅过来做客,只是家里熊孩子太多,他只想让白家那俩臭小子赶紧回去, 要不然整个沈家庄园都不得安宁了。 久it ede稳童呀。 二舅信度上晚叫小宝小的一舅。 什么都不对全的人不合理哪德国有关系。 可是一舅느及到了航了一舅,